有信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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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心 有沒有跟佩琪說什麼 有沒有跟佩琪說什麼 不管最後結果是什麼 我再說一次啊 主席心裡很清楚 對他的追殺不會停手 所以這是一場長期的抗戰 就我個人所知 就我個人所知 柯文哲主席在面對 可能的狀況的時候 他的心智 他的態度 他的立場 從來沒有動搖過 從來沒有動搖過 但 我說過 這個決定 應該由柯文哲主席 在適當的時候 來加以說明 不太適合 由我們中央緊急一邊小組 來幫主席 做出這麼重要的宣誓 昨天主席 也很清楚的 讓我們大家知道 他希望 在接下來 這一場長期的抗戰當中 本黨 所有的黨公子 以及工作同仁 務必 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面 堅守自己的本分 每一位黨公子 要把自己的戰力 發揮到最大 回應支持者 對我們的期待 因為 只有 在工作崗位上面 認真的工作 繼續的好好生活 我們才能夠 我們才能夠 面對接下來 所有的衝擊跟挑戰 目前的這個階段 沒有代理黨主席的問題 如同我們剛剛 中評會的主席 李偉華 李主席跟大家所說的 目前主席 是在請假的階段 目前主席 是在請假的階段 沒有代理黨主席的問題 想要請問一下 總召就是說 因為之前 第一次的時候 主席好有傳達說 有聚保這樣的意思 那這一次 他有這樣的想法嗎 然後第二題 想請問這個 中評會的主委 李偉華主委 想問說 如果說今天 柯文哲主席 有被羈押狀況的話 會採過去的經驗 直接來開除嗎 謝謝 再次強調 柯文哲主席 他很清楚的知道 對他所展開的政治攻擊 跟司法追殺 不會在短時間內停止 無論今天的結果是什麼 這一場政治攻擊 跟司法追殺 不會停手 我帶大家思考一個事情 一開始的時候 說要辦柯文哲的是什麼案子 金華城的案子 結果今天在媒體上面 出現的是什麼案子 是政治獻金的案子 請問政治獻金的案子跟柯文哲 你要用什麼脆判他 接下來出現了第三個新的案子 主席也不會意外 台北地檢署 你們到底是依照什麼樣的邏輯在辦案 到目前為止 我們只看到一個邏輯 從A案到B案到C案 一路下去 羅資最米 目標就是要把柯文哲關起來 對這樣的狀況 主席非常的清楚 心有定見 主席非常的清楚 心有定見 至於您剛剛所說的那個問題 我相信 主席會在最適當的時間 透過最適當的方法 讓所有人知道 他捍衛自己 清白 對抗 這一個不公不義的追殺 所展現出來的態度跟高度 剛剛東升的朋友 總共提了三個問題 我想我應該沒有遺漏 那針對東升所提出來的三個問題 意義回覆如下 我先從最後面 也是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目前的這個階段 沒有代理黨主席的問題 如同我們剛剛 中平會的主席 李偉華 李主席跟大家所說的 目前主席是在請假的階段 目前主席是在請假的階段 沒有代理黨主席的問題 那針對第一個問題 您剛剛所提到 中小平議員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然後又提出了一個新的質疑 說主席去買商辦的部分 的金流跟金華城的金流有關係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中小平先生 請問你提出這樣子的質疑 或者是 我比較具體的說 你提出這樣子的坡份 你的依據在哪裡 那您所提到的 第二個 有關於政治獻金的問題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中小平先生 你所謂質疑 說在掏空 黨 黨庫嗎 中小平是說掏空黨庫嗎 不好意思 檢調質疑喔 那檢調質疑的話 那我就有質疑了 現在不是偵查不公開嗎 請問是哪一位檢察官 還是哪一位調查員提出這樣的質疑 請提出這樣質疑的檢察官或調查員 站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哪一位檢察官 哪一位調查員提出這樣的質疑 現在是在洩密帶風向嗎 是中小平質疑還是檢調質疑 確定是檢調質疑 中國時報的報導 中國時報的報導 那沒有辦法了 那就要請放這個話的檢察官 或者是調查員自己站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我沒有辦法帶他們這種違法洩密的行為 刻意的片面帶風向的作為 幫他們說明 委員您剛呼籲支持者認真工作跟正常生活 那是不是代表沒有要號召支持者 到北檢外聲援柯文哲 那另外館長昨天晚上在直播有說 就是昨天下午有跟民眾黨做聯繫 那黨好像有後續舉辦遊行的規劃 這部分是否也能夠有所說明 謝謝 好 謝謝提問 有關於這個申請場地的部分 是那個我們的同仁林昭映 他用個人的身份申請 那各位可以去查 我們在這個其實在昨天跟前天 當時的考量是 這個也體恤警察同仁的辛苦 那作為一個遵守法令的政黨 這個所以我們已經在前兩天 事實上前一波是透過陳佑辰議員 那這一波是林昭映 我們的這個這個同仁 那基本上用意很簡單 就是為了避免發生不必要的危險 所以有做這樣的申請 以上 好 沒有遊行規劃 想再次跟股上委員確認 因為您剛有聚保的事情 你有說 帶有主席適當時期在自行宣佈 那意思是說 他之前跟黨內溝通的這個聚保情況 有可能有變數嗎 另外也想請問秘書長 周秘書長 就是因為台北市議員簡舒培 他說這個木口公司 8月12號發布聲明說 即刻暫停營運並依法清算 但他認為現在台北市商業座 好像還沒有收到停業還有歇業的申請 那目前這邊處理的怎麼樣 謝謝 不管最後結果是什麼 我再說一次 主席心裡很清楚 對他的追殺不會停手 所以這是一場長期的抗戰 就我個人所知 就我個人所知 柯文哲主席在面對可能的狀況的時候 他的心智 他的態度 他的立場 從來沒有動搖過 從來沒有動搖過 但 我說過 這個決定 應該由柯文哲主席 在適當的時候 來加以說明 不太適合 由我們中央緊急一邊的小組 來幫主席 做出這麼重要的宣誓 下一位 木可是私人公司 怎麼會來問民眾黨 木可是私人公司 想請教一下 高院在新聞稿裡面有提到說 被告有積極介入金華城的客觀事實 那對於案情毫無窒息的說法還要救命 想問黨中要怎麼看 還有另外一提 民進黨議員林彥鳳他指控說 金華城在2022年開工典禮 現場除了審信金之外 包括中華工程的總經理 台信銀行董事長等人都在場 就是說私人是不是跟柯主席的互動是由審信金來居中前線 所以也質疑說是不是跟金華城容積率有關 我先回答 昨天高等法院所公布的那個裁定 內容非常的簡潔 內容非常的簡潔 簡潔到說在裁定理由當中所提到 柯文哲主席積極介入 我們完全無從得知 完全無從得知 也無法理解 高等法院在裁定裡面 所謂基期介入的具體事實跟依據是什麼 好 最後中央社 我不知道原來市議員的工作是要看圖說故事 從現在開始不是應該要認真監督市政嗎 那身為一位市議員 看著一張照片拿出來說故事 造謠抹黑是一個民意代表該做的事情嗎